欢迎回来 下面说到这起案件 我们要把时间倒回到20年前 1994年的2月28号 在南京浦口泰山镇的一家烟酒店里发生了抢劫杀人案 当时呢 受技术条件等一些因素的限制 这个案件悬了20年没有破 直到去年啊 在我省的徐州发生了一起盗窃案 一开始谁都没有想到 这起盗窃案居然把20年前那起旧案当中的犯罪嫌疑人 救了出来 1994年3月1号清晨 南京浦口泰山镇烟酒店女店主56岁的刘丽霞 被发现倒在血泊之中 他的手里仅仅攥着一张十块钱 身边散落着几枚硬币 店里的货物整齐 但是钱箱倒扣在地上 箱子里的一百多元营业款不翼而飞 经勘察 死者后脑曾遭重击 不过在行侦技术还不发达的1994年 警方除了在现场提取到极少的生物剪裁 其他没发现太多重要线索 这一抢劫命案一悬就是20年 2013年 驱逐警方抓获一名嫌疑人 通过了这个奇迹的生物剪裁 刚好比对中我们当时20年前的命案现场 都跟恒例物证是相符合的 这一转机让民警们都非常兴奋 从盗窃嫌疑人黄某闪烁的眼神中 也基本断定 他和20年前的那起命案有关 警方迅速进行突审 黄某的防线最终被攻破 当时抢劫小店的时候 实际上也没有钱了 就是我那个公案就说 我们搞点钱回家 办案几晚抓到我的时候 告诉我 这个人 就叫我们搞死了 当时我 反正我心里也很 很痛恨我自己 黄某交代 当时一起作案的共有三人 案发后 他们相约彼此今生不再见面 他也只知道两人的姓名和当时住址 根据黄某提供的线索 警方很快锁定了另外一名嫌疑人张某 2013年6月 在浙江将张某抓获 2014年2月12号 警方在徐州新夷蹲点26天后 将最后一名嫌疑人刘某抓获 三人的供述还原了20年前 那起抢劫案的经过 当时他们都是20岁左右的年纪 一起从批州来南京打工 由于一直没找到称心的工作 就想去上海碰碰运气 苦于买车票的钱都没有 于是决定 抢劫刘丽霞的烟酒店 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 已被刑事拘留